大家好,我是歐瑪,敦南成品即將在5月31號結束營業正式的走入歷史 但那邊呢,真的承載了非常多六七年級生的回憶 那它也是全台灣第一間營業24小時的書店 像成品還有最近進來的苗屋書店,這些書店都越開越大 但是很多人會質疑說,誒,書明明就賣得不好,越來越少人看 那為什麼這些書店越開越大呢? 那這些大型書店蓋這麼大,是在蓋辛酸的嗎? 那今天呢,就讓歐瑪來帶你看看這些大型書店 它的葫蘆裡到底賣的什麼藥 頓南成品是開業於1989年 母公司成品也就是大家所熟知的成品書店 涵蓋畫廊、網路書店、電影院、音樂廳等 這些毛利比較低的事業體,主要是用來累積品牌力 而真正賺錢的部分,則是商場部分 成品生活 透過商場通路、餐飲與旅館等跨界的營運模式 像送菸文創就是旅館加商場的經典案例 成品透過租賣展店、委託經營管理、發展自營品牌 以拓產通路的模式為主要獲利來源 近年來持續展店深入兩岸三地 正是因為疫情的影響 成品在2020上半年一口氣關掉了六間店 下半年成品表示 只要獲利前景不好的店也會持續的關 目前在台灣地區總共有38家 未來百貨高樓層已經不是成品要發展的趨勢 老舊社區型書店也是即將要被淘汰的店型 成品未來著重的店將不再是面積而是重要入口 規模不用太大,但能見度高才能帶來好的獲利性 接下來介紹的鳥屋書店也是以書為輔 商場為主的營運模式 將書作為媒介提供消費者不同的生活提案 細心企劃每一種形式所關聯的店內擺設 合作的商店、販賣的商品 讓消費者擁有非常好的購物體驗 除了鳥屋有能力做大規模空間的複合式經營 另外強大的代客力也被許多零售業者或是建商等產業看中 用加盟鳥屋的方式期望可以帶人流進來 像最近鳥屋進駐高雄大力百貨一二樓 立刻帶動百貨業績成長兩成 品牌力十分驚人 相較於高雄的台旅生活商場 一樣也是走生活提案路線 但所有的商場、餐廳、書店、超市 甚至是影城還有宴會廳都是自營的 一開始光改建台旅宿舍上的建築費用就花了不少 加上租期又不長 因此在沒有將場地分租出去的情況下 營運現金流壓力非常的大 那最後呢 我們就來總結歸納一下這些大型書店的商業模式 第一種 也就是透過書店來吸引人潮出租周邊商場 以成品為例 因為商場的頂層一般來說能見度比較低 所以攤商比較不願意付高額的租金去乘租 成品有自家的招牌書店可以吸引人潮 所以它就便宜出租給自己的書店 然後藉此把人流可以從一樓帶到頂樓部分 那每一層樓都有人潮在流動的同時 其他的攤商也就比較願意出高價來乘租 那第二種模式是透過品牌授權加盟 以日本鳥屋書店為例 因為它是一個以書為媒介 然後用生活提案的方式去包裝零售消費 那這樣的模式其實在日本是非常受到歡迎的 那因為台灣跟日本的整個消費的文化其實比較是相近的 也因此當台灣的一些業者看到 這樣的模式在日本是非常流行是非常可行 那也覺得有潛力將它複製來台灣 這時候鳥屋書店它就可以透過品牌授權 或者是海外加盟的模式來收取加盟金 那像日本鳥屋書店目前在台灣的授權加盟商 一個是潤泰創新 那另外一個是亞裔影音 我們這是一個介紹風格地產的頻道 如果喜歡相關資訊的你 歡迎趕快幫我們按訂閱 還有開啟小鈴鐺 這樣子我們就可以將最starlish的空間資訊 第一手就是送給你喔 掰掰